大家好,我是莫莉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花茶系列 在家里呢,也可以泡一些花茶 让自己心情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美丽哦 那今天呢,我介绍的是五行的花茶 那这些花茶呢,自己也可以自己在家里 然后变幻哦,那我今天准备的有 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准备的花茶有薄荷 那薄荷本身呢,有清热解毒的效果 那再来呢,我们的菊花呢,有明目的效果哦 那它呢,本身呢,是很好的一个花茶之一 再来呢,我们有薰衣草 薰衣草呢,它有安定神经的作用 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蜜蝶香 蜜蝶香呢,好云无旋 还有清热的,农流中的好笑 最后一个呢,是桂花 桂花呢,可以放进去一个玄与薰花 好,那以上呢,这五种花茶呢,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用一个我们的花茶包 把它放进去我们自己喜欢的 好,那我可能喜欢薰衣草 我就多加个两池 好,那我喜欢凉凉的感觉 好,让我天气热的时候呢 可以让我身体觉得舒服 好,那再来呢,桂花 好,一匙 好,这个量呢 依照个人的喜好 没有特别,一定要加多加少 好,那蜜蝶香呢 来个一匙半 最后呢,我们放上我们的菊花 好,放进去 这个时候呢,缩口袋就把它缩起来 把它绑起来 绑好之后呢 将将 就会有好多包的花骨茶提供我们 好,那我们泡的花茶呢 热水呢,放在热水的杯子里面泡呢 可以冲泡20分钟 让它的那个花草的那个颜色啊 全部都释放出来 那它也可以喝冷泡茶哦 冷泡茶呢,一样放在杯子里面 然后加入冷水 那泡4个小时以上我们就可以喝了哦 那在家里呢,简单轻松的防疫 而且还可以每每每每每天 3点1克的时候喝小茶 希望呢,大家在家里呢 都可以非常的开心 度过我们疫情这一段期间 大家一起加油 台湾加油 好,拜拜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